招商銀行 68.5元有貨 2388元 中銀香港28元有貨 怎麼看? 招商銀行就沒問題的 一直都說 之前有朋友問過也回答過 就是最內人股來說 在大行心目中 普遍就說它是最優質的 而事實上 它走勢是最強勁的 一直都在升上去 你還升得這麼厲害的同事 你看看其他的四大內銀 其實都是牙蛾皮皮 沒有什麼方向 但是已經突破了上去 衝了上去 走勢比較強一點 一度穿了69.5元 穿完之後就下回來 試一試 保禄家通道頂部又下回來 它中逐牛緊 總形勢繼續反覆向好 於68.5元有貨 現在其實真的是尷尬位 你賺少少 走去又沒有位 如果隨時發一發 可能你又輸了也不出奇 但是總的來說 蝕的可能性 或者大跌風險 就不太高 所以你拿著 就繼續拿著 不用擔心 因為它一直 你看總的來說 都是在向上的 甚至乎 看周仙圖 周仙圖也是這樣的狀況 一個做了高位原底之後 它又上過去 保禄家通道 日線圖繼續向上 所以繼續拿著 就不用擔心 基本因素 普遍都看好 技術走勢也是反覆向上 所以是可以持有的股份 2388 28元有貨 走勢是怎樣看 上網及指示 2388か英文過 之前 有一段時間 就比較淒情 就這樣 就掉下去 但是呢 最近這招就OK 已經派了息 拍完顏色後還保持著 又發上去 代了顏色後 價格又上去 其實還可以的 它的走勢是怎樣 其實高位反覆向上 當然動力 沒有之前這次轉那麼厲害 之前這次轉 一直扯上去 因為受到金融股 當時受大動 原因就是長息不斷抽上去 有利金融股上升 又可以做套息 最近長息下來 美國長息去到1.5多 但是拓賴這些股份 金融股也不太跌 所以就叫做可以 現在28元拿著 又是尷尬的 現在幾毫子的利潤 但是其實買這些股份 買這些股份都是想著長持 長渣就沒問題 短線就有點尷尬 因為高位發一下發一下 升一下回一下 升一下回一下 這樣的狀況 會不會太多 沒有看太多 動態 不管是否 不是太多 感谢观看